我这才知道他说的这个文人系统是什么意思 咱们就是咱们讲的君子嘛 就仁义理智信这一套 这个啊 我现在在这个就是体会挺深的 就有时候说 咱们小时候啊 老为这个东西感动 可是就是像你说的 岁数大了 有点贼了 有点贼了呢 我觉得我还是有点 就这负担 对少数人啊 做不到这个 就对大多数人 哎 我有时候还练着就是说 比如说咱俩是哥们 咱俩特别好 那么现在啊 你可能有点困难和挫折了 我觉得我还有保守的这一面 就是说 那这个时候不能离开他啊 当然得跟他在一起 得帮他啊 他是他最难的这个时候 可是我现在已经发现 因为很多人劝我 就让我意识到 这个社会啊 有些人已经有了另一种计算方法了 就是 我小时候会觉得这叫丢人呢 但是现在有些那个 比如说是投资人呢 就他就会非常理智的告诉你啊 你不要再跟他在一起了 你要跟他保持距离 你跟他脱钩 对吧 当然 你知道我也是觉得 为自己打算打算 这确实是有利的呀 对呀 你再跟他搞在一起 他把你一起 拖到深沟里去 那么 可是 我老觉得这事做不出来啊 你有这种感觉吗 但是我又同时又发现 就是有一些人的道德观念在改变 他们认为市场经济嘛 那当然了 就好比你的公司股票好 我就买你的股票 你股票不好 我就不买 这里头有什么仗义不仗义 哥们不哥们呢 你们怎么看我这 我觉得你刚说的那种情况啊 最坏的一个例子是银行啊 银行跟你交朋友是什么 看着你这生意顺了 我过来跟你交朋友 你要不要钱 要不要多借 你本来贷款 带了一个一 我还说再贷两个一吧 支持你发展 然后稍稍看到你有困难 不仅说割断 不仅一刀两断 还是打电话讨债 马上把那三个一拿回来 它退到极端就是银行质取 所以我有时候还挺怀念过去的那段时光 就是不是什么都算计 现在你说我们不算计吗 我也算计 但是我有很多时候确实不算计 我也懒得去说 我什么没算计啊 生活中这种事多急了 因为只有不算计的时候 这日子过得才舒服 你天天算计这有什么意思 跟什么事都计算 比如我上你这来 我要算计我这下午值不值 我这个录节目什么值不值 谁给我钱多 我上谁那去 这不是我们每天非要做的事 那你根据什么来决定你要做的事的 我觉得根据我内心 文韬跟我不错 哥们 有人情 有人情 其实说你现在讲 你现在讲人情本身 也是一个利弊关系 是吧 你比如文韬叫我 我就说 咱得还人情 是不是 他帮我一忙 我得帮他一忙 这个是我们觉得 当今社会这是一个很正常的 文化是一个强有力的一个背景 现在你不能说啊 对于这个任何人的这个狭义的 救人急难的 说话算数的人得不到鼓励 得不到奖励 我不是说发奖金 就是说 你比如我就说 我这两三次 是吧 我们这节目临时 这嘉宾不来了 给马爷这么忙 打电话 这就是救人急难 马爷是救场如救火 对吧 你看他有这个救场侠 他有这个侠义 但是也有我这个感恩 我提过你不下十次 这件事了 我经常发现 有时候人跟人交往 没必要直接打人塞帮子上 你也可以有你的立场 但是这个立场 可以让大家更和谐 冲突到动手 都是最后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就是动手不是为了激化矛盾 是为了彻底解决问题 对 武侠就是这个精神 对 所以我老说就是 就中国这种武侠精神 他不是说 刚才我们一直说一个是武 是一个侠 咱们现在捏在一块说 那么这里从侠客行里 就是这个李白的那个诗里 说的非常清晰 赵克曼胡英 无沟双血明 食不杀眼 千里不流行 试了佛依去 深藏申与明 深藏公与明 申与明 那就我那时候不讲公明 就是讲申和明 就我藏起来了 就说试了佛依去 深藏申与明 这个就是 是一个非常高的境界 就是我完了 这事就没了 侠客过去就讲究 我帮你把事办了 把事铲了 就没事了 对吧 所以我觉得 我们今天呢 就生活中 也有时候经常 我到现在也是经常要 帮人点事 有些事是小事 比如人家说 哎呀那孩子 入油园入不进去 你认识不认识帮你 说什么句话呀 这不就是小事吗 你能帮的时候 就尽量帮一下 其实你说这有对价吗 没有对价 也没有功力 什么都没有 就是我帮你忙 我能帮就帮了 过去 侠客精神很多时候 是一大帮忙 要帮助这社会 共同前进 哎 对对对 有人说整个 从武林啊 再拉出来江湖 那这是两个字嘛 帮忙 今天我帮你 明天你帮我 因为我永远不知道 什么时候 我需要你帮我 对 别人帮忙 需要你帮我 但是你要正想 就不是侠了 我说哪天 他用着我了 我用着他了 那不是 确实马爷说的对 他是有这么一个定义的 就是说 就是说啊 他不留 不留这个工 不留功名 就事了服一去 就是说 这事我干了 你知道都不知道 我已经没影了 哎 其实这是一种人格美啊 比如说我们原来说 最爱看香港 那个英雄本色 哎呦 看到我哭啊 热泪盈眶 那个你看 最让我热泪盈眶的 就是周润发呀 周润发那个瘸这个腿 拿捡个盒饭吃 哎 这个让人感动 是有个规律的 是不是 就是说 一个人哪 特别惨 我发现香港电视 就深通这个 他先把你揉了你 到特别惨 我看周星驰电影 我都哭 你知道吗 就是他先特惨 最后练成神功 我天呐 你就看他哭 还有一个早期电影 跟现代电影 有一个根本不同 就是早期电影 最重视的是男人情 今天的电影 最重视的是男女情 所以这事 很低 过去英雄本 祝你早成大道 假如说到男女的话 在武侠小说也好 武侠电影也好 里面有人研究 其中有个美学问题 性别美学 他说 那种 可能香港的黑社会片也是 这是男人的美学 男人情 他 我说 那个英雄本身 他不是 让你感动 真的不是这个剧情 是当时的电影美学 很突破 包括把音乐大量的 用在那个位置 从头到尾 对对 音乐很重要 感觉看那个MTV一样 还有黑社会的那造型 穿个马哥外套风衣 咬个刀个牙签 哎呦 当年感动过我们的 就在那个小 你知道吗 小录像 听了今天年轻人都不知道 黑漆漆的 那个都血花点的 那个录像带的 周润发咬这个牙签一般都是 就是 就是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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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他见了 是吗 而且 这就是像刚才 侠客行李白说的 那么石不杀一人 千里不流行 完全掩饰的 都是这个 你像他有一次 分析这个吴宇森的也是 就是说 往往你看吴宇森早年的东西 是直线的 就非死即生 要不就是冲进来 要不就是冲出去 没有 没有第二条路 在这种 特别让人 这个 就是侠 叫什么 侠路相逢 勇者胜 勇者胜 所以你看 马爷咱们谈到这儿 有点意思了 我觉得 一个就是你说 这个男人 男人情 男人情 那你说 像这个 这个英雄本色里头的这种 这种在今天社会里 还有吗 就没有啊 所以我说 现在都是男女 应该有 应该有 他缺这个嘛 你像男人 你像那个最经典的 那个场面是 背靠背 就最后 打到最后了 两个人 背靠背的那段话 就互相脸 不能看脸 因为很危险嘛 那是我觉得 在电影史上 都是非常精彩的 就展现 男人情的一个 一个桥段 这个桥段中呢 很重要的一点 为什么他背靠背 说话呢 就是互相 有极度信任 我们现在没有极度信任 就他不打我一枪 就算好人了 对吧 没有信任 就是我现在用这个词 是很 我跟佳辉就不可能 背靠背 而是我扒他肩膀后头 这是马爷 极度信任 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们生活中现在特别缺的就是 马爷 你觉不觉得 这狭义多在少年 那当然 老了就变贼了 这年轻的时候 为兄弟两肋插刀 对 老了为女人插兄弟两刀 但是就说 你说现在讲这个东西啊 你比如说 你像徐老师拍的电影里 他有另外一面 你比如说 咱说这个师徒 或者干嘛的 其实他都有一个 我交出个徒弟啊 我还得防着这徒弟 对吧 别被这徒弟 你像你拍的那电影里 最后那徒弟就把师父 给算计一刀 把师父给灭了 自己成了吗 自己成了名 等等 他一个旧社会里啊 有很多这种复杂的人情世故 所以这个就是在以前 就就偏门的轨道 所以他连武术的人 我一定得急切的 往这个文人之道上去转 我只有这个意识 我的交流方式 我的运行规则 转成文人系统了 这大家才都安全 马爷我今天跟你说 他是我的打架的老师 武术的老师 这个徐指导啊 徐浩峰 当年我看这个市区的武林 就看入迷了 后来是一代宗师的这个编剧 后来自己也拍这个师傅啊 什么的 所以他真是我的这个师傅 但是这个师傅呢 不仅能教我 但是你也是师门不幸 有我这徒弟 还不光有我这徒弟 还有漂亮女徒弟呢 有许晴 他最近拍的那个新片啊 你说许晴多柔美的这么一人呢 他能让许晴连打十几个人 就你交了多长时间 他是练了两个月 然后实际交呢 是两周 那还可以 可以啊 那还得下了点功夫 马爷感觉像是有点经验的 有一定点 你看马云也行吗 大一圈嘛 全打了 现在就是我不知道 他这种打法是 是真的是做一个花架子 还是多少得得得 你得真掌握一点 他得他得真的去 真的去掌握 但是他中国武术的 他的好多运动的方法呢 他其实是男人 中国武术就是 男人学小孩的体态 男人学女人的体态 所以其实女人呢 习武他天生有便利 因为等于这个 因为中国武术 它是战场上的东西嘛 那战场首先呢 这个一开始练武术 就是先有这个 就是有的叫脱天装 然后有的是这样 就叫脱枪装 你先这么一站 就是两个小时 然后你再练武术 为什么呢 这个姿势不就是投降的姿势吗 先练投降 就是因为你这个 你先学会啊 这个胳膊呢 这个能扛住劲 然后这个胳膊呢 平时呢 不要剧烈的在胳膊上面加气 还带气线 对 这个刀背藏旋主要是刀法 武术设计都是导演 每一招都是他实打实的去设计 不是拿胳膊 而是等于是 整个头头有个这样 所以呢 你就身子 因为等于真抡起了之后 人拿胳膊抡一会儿 这就酸了 所以上了战场 三分钟就 胳膊一酸就被别人杀掉了 所以他们这种 抡刀的时候都是都是 尽量肩膀放松 我一听他说啊 我就觉得这是慧家子 对吧 那当然咱们就是说 这现在就是说武侠电影了 马爷我先请教你一个问题啊 就说 客气 你说什么叫侠呢 嗯 我想想啊 侠这种精神呢 是一个不计成本 就是做事先不计成本 我们做事第一反应计成本 成本有两种 一种是经济成本 一种是身体成本 一种是身体成本 比如我要为这个事拼命 我是不是能赢 你第一反应就是这个 如果你有匣的这种精神呢 它是不计成本的 哎 是深入内心的 嗯 你比如说他这个 你像那个金融小说里就讲上 郭靖 他就归结为某一种匣 叫匣之大者 什么为国为民 嗯 后来我看到 不计成本 他其实有很多种匣 你看司马迁那个时候啊 就做过很多这个分类 比方说有清相之匣 就是说做宰相啊 做公卿大富的人 他也有匣 他手中有权力的这个匣 还有一种叫豪富之匣 就是富人 他利用他巨大的财富 他干一些匣义的行为 甚至还有这个叫街巷里弄的匣 农村的匣 他有很多种这个不同的匣 那文涛你刚用了两个字 我觉得经常砸在一起嘛 狭义嘛 因为假如说他只是不计成本的话 坦白讲 那些大魔头啊 坏蛋啊 也是啊 他也是去抢东西 也是会冒险 也是打 可是我们只会说他是魔 魔鬼的魔 不是傻 傻通常我觉得说要么有义 跟那个觉得 而且是公义的 当然 他为了报复仇也是想 他觉得是正当的 有正当性的 那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他是向外的付出的 你那大魔头都是往回收的 就是你是有成本概念的 我搞你的时候是要获得什么 徐老师 您这拍武侠电影的怎么论 他这个侠呢 后来就是明清之后啊 这个侠呢 跟这个北方人称的那个爷 他是比较相近的 您就是瞎 马虾 马虾 你看一下 因为这爷呢 是蒙古人啊 说的 说的这个 汉语的词 他是 爷是指的 爷是出家人 就说这个三爷五爷 我是把你当出家人来尊敬 你说这爷来了 爷没有说我一来说啊 这是我的 来完之后 这个给老三了 这个给什么的 而且这个侠呢 以前啊 在 春秋啊 在秦汉呢 他等于是流放的 下放的贵族 就是他 他本身他 贵族就是 荣誉大于一些东西 然后呢 他的地方上呢 他 他会平一些事啊 其实呢 后来平完事之后 让他走了啊 如果呢这个 如果他觉得这地方 他能够搞定啊 也他就演变成地主 他就成了好族 所以这侠呢 都是平宗侠影嘛 啊 后来那个 在南宋的时候呢 就在中国文化呢 发生了一件 特别重大的事情啊 就是等于皇帝降了元 然后 呃 丞相没有降元 啊 就是等于文天祥 啊 从此以后呢 这个 道义呢 就 呃 就就 如此鲜明的 他就超越了权力结构 啊 你说你说王天下 皇帝都投降了 但是 丞相说 我不想啊 这个 这算倾向之下 对 士大夫 要这样说起来 侠就不是一种身份 不是也当然不是一种职业啊 不是说也有了 我就是游侠啊 是职业 是 我们通常是说这个人有侠气 对啊 他可能是个士大夫 可能是个商人 可是在那个片刻里面 需要做决定 而且勇敢的决定 你像我看见的 那那就是定义 就是说 哎 言必信 行必果 啊 就是说那个福威即困啊 不爱惜自己身体 就是 就是不 不爱生命嘛 就是不能就是 不讲对价 不讲对价 随时可以聪明 好像 但是现在马爷 您信不信 我琢磨这些啊 我为什么觉得对我有用了 就是 哎 人就是条条大路通罗马 你琢磨什么事啊 慢慢的对你有启发 我当然就不要脸的说啊 虽然咱这个学这个武啊 我是这手无腹肌之力 但是你比如说 我就会觉得跟我主持节目有关系 跟我主持 跟我跟人聊天 他有关系 我在这个里边得到的一些个东西 我为什么喜欢看孙路棠说的这些东西啊 我经常会想到 工作中 甚至谈合约 跟怎么处理两个人的关系 你比如我给你举个最傻的例子 就好比比如说 辩论比赛 那就有点像是硬桥硬马 打刀对刀枪对枪 这直接打 对吧 但是你发现没有 聊天啊 这样容易聊不开心 嗯 你比如说 我就是从这些所谓的一些太极啊 发力的里边啊 我慢慢琢磨 它是中国的一个思想财富 就比如说 你聊天 得有时候你得顺着聊 顺着聊不等于你没主意啊 但是会让大家更高兴 会聊天 会聊天 你比如说 比如我就举一个很傻例子 假如说 比如马爷跟我说 说文操你那个圆州派啊 不好看 对吧 那当然我要硬桥硬马 怎么就不好看了 你给我说说我打死你 对吧 但是 但是你看 我可以说 我说对对对 您这个说的太对了 哎 你看像是无的 像接过来您也说的太对了 哎但是马爷 这个 这个您觉得就是说 在这个一个圆桌 四个人一桌 麻将这种 这个节目里 您见过有什么 比我这更好的 我学习学习 哎 你看这开始转的角度了 然后马爷可能就说想想 哎 还真没第二个这个节目 哎 所以说马爷 哎 这个一个圆桌四个人的节目里头 我可也可以说是最好看的呀 哈哈 这个是北方人的狡猾 哈哈 哈哈 我们南方人的简单 不好看别看 你就是永春 你就是永春 短的 哎您说这里边是不是有点武学的道理 对对对对 就有点像说他他他他先过来嘛